1994年出了一本 笨蛋 问题在经济 他马上还要再出一本 笨蛋 问题还是在经济 所以现在来看 当无薪假广达在出来说 无薪假我们八个月 连续的黄蓝灯的时候 接下来看到这个景区循环的 发展状况 我们刚刚在讲 在讲两岸 台湾共事啊 九二共事啊 这个一转回来 你发现有人开始休无薪假 去看看 老委会最近为什么跟着蔡英文 什么120块钱实薪啊 就是你去卖老老打工 他马上今天跟着加进 加码跟进 你再去看看他那个 搞那个老农津贴 1000块 他开始在喊说 那我们加个不要7000 我们加个8000 好吗 那个跟进 你喊我就跟进 你喊我就跟进 就看到了什么 台湾社会上的经济问题 贫富差距还是很无 你刚刚讲说内政问题 会是变成一个主项的话 宋徐在这方面算他的强项 他还没有出手 你看他最近都在 他还没有出手 他每次在节目里面讲内政 讲讲讲 他现在还在讲这些 你看他最近上节目都在谈的是什么 我要选哪 然后怎样怎样 他还没出手 这个出手 你就知道他出手之重 在这个发展当中 他私底下有跟我讲 他说 那个运彩 怎么可能放他这样子搞 他后面有一大群人 残障人是要靠着这个东西 来过活的 你只看到这个运彩的表面 你没有看到这些残障人士 所以他有更深的眼光 要去看到这个残障人士 这些残障人士才是真正要照顾的 不是你在上面提委会跟富邦在这里要处理的 所以他一出手你就知道有没有 那一看后面的残障人士 真的有点道理 所以我要讲的是 当马英九要出手黄金十年 当宋楚瑜要出手宁静革命 未来的交战在刚碰到经济情势 要进入在台湾社会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了一个 那个机会在谁 三组都必须要让大家看到 你到底这个政策有没有牛肉 我直接这样讲好了 所以未来内政 刚才进来那个 宋楚瑜还没出手 出手以后你就不知道会是什么药 竟然刚刚这样讲 谁出手都一样 因为内政的问题早就存在那边 开的药方也都差不多 三党都差不多了 你说一个弊案怎么解决 民进党国民党还有宋楚瑜解决的方法 就是不一样吗 救灾也是哪些人在救 救灾都一样了 其实真正不一样 台湾那比较不一样是什么 就是两岸 跟国家定位的问题 他就跟你做问题在领导 所以救灾的人是同一批领导不一样 领导不一样 但是对啊 那你当然这个领导 指证当然是区劣势嘛 你做得这样好 人家说你还不够好 你就是不够好 对不对 但是你也有指证的优势啊 因为你有你的资源嘛 那你这个要当然就是 你假如说 面子去把你打垮了 你垮也是应该啦 对不对 难道如果你的马英九 人家送你不够好 民众送你不够好 你自己觉得很好 你就应该当选吗 你就应该落选 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嘛 周玉角实话了 还很合理的 还很合理的 但是我觉得到此大家看一看 会认为说 其实马英九干得不错 在这个国际整个经济情况 这种情况下 他还能不错 他真的不错是什么 两岸搞得好嘛 两岸搞好 国际没有红火外交 不需要浪费很多时间 尽力在那边 所以他搞得好 马英九起码 老老实实 不会在那边 有的没的 那么好民调怎么那么差 民调差 但是因为他 大家以前对他期待太高 认为马英九上来 哇 所以人民的错 很多期待太高了 这个大明星来一定怎么样 就看一看 明星也不过如此而已 以前把他神化了嘛 现在把他人化了 所以人民的错了 对 所以可以 人民有女性的机会 但是跟同样的 宋楚音也被神化了 OK 你觉得宋楚音也被神化了 以前在宋神上怎么样 但是其实 把他拉下来 宋楚音也被神化了 来来来 不过我支持 来 六位 不是 我真的很担心 我们刘老大刚才 差点被吐槽了 可爱你讲不出来 没有 我拿什么不出来 我讲得很好 你是凹得蛮 其实根本是小刀会的 对对对 至于内政 我说实话 如果要诉说以前 马英九的无能的做法 那太多了 但是我们就要看了 比如说蔡英文提那个 基本工资两万两千块钱 天哪 我说过 那会死人 对 你没有配套 你就提个两万两千 然后你提一个 这个时薪一百一十多块 那你会死人 你要有配套啊 你不要搞到半天以后 大家不要工读生了 可不可以 如果你像说 底薪两万两千 那就干脆我就用派遣工了 你知道现在派遣工 被剥削到多严重 也是要逃避最低工资啊 所以我在说要有配套 要增加产业的改变 而不是随便讲话 那国民党是更愚蠢的 蔡英文讲一句话 你就跟一个 蔡英文就跟一个 完蛋了 这个政府啊 自己没有作为 还愚弄这个民众 为了要选票 可是当老宋出手就知道 糟了 原来蔡英文讲的也是有问题 马英九跟进的更有问题 我说实话你要真的有本事 就要学这个钟绍合 一次讲一万嘛 赶快出手啊 你现在时间这么短 老宋还不赶快出手 我们也出手 现在马英九已经趴地上了 不然我们什么有机会呢 我再想 刚刚在讲谁被神话 谁被神话 我记得那个时候宋楚瑜说要参选 正式宣布要选总统的时候 结果媒体就说 他既然已经要宣布参选 我们就要把他真的要开始检验他 而不是说像由他自己一个人独白 但任何政治人物经过检验大家就很好 刚刚那个刘委员又说马无能 我那天已经写过了 政治上很多人嘛 无品无格无耻无德的人很多 还有无赖的 这种东西太多了 所以那个政治人物按一个信在上面 通通可以合格的 所以那个东西不要再骂谁无能 我觉得你能干到什么程度 我想很多人也会检验 媒体也会开始检验 所以到时候检验的话 所有神话都会被拉下来 就像马英九 从765万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一样的吧 所以如果讲到神话 谁被神话或什么这些的话 那宋楚瑜从当初在媒体 接受专访开始讲国阵 一直到后来某种程度一直到今天啦 直接讲说我就是会去参选 2012的总统 只要过了连署门槛我就会参选 如果这样的话 既然某种程度 因为在还没有决定的时候 你知道人都是最朦胧美的 就也不知道你到底会是什么 你到底决定什么我也不知道 可是当你确定已经讲完这个的时候 你知道在股票有一种叫利多出进 一种叫利空出进 那一个会往上一个会往下 对宋楚瑜来讲今天讲完这个以后 今天开始以后的发展 他会因此那个神话被去掉 你不过也就是这样 或是他因此会再被往上推 这里面要回过头来看 当他讲撕股的时候 为什么马政府也跟进 收购的那个撕股收购的那个过程 就是刚刚你讲的没错 就你那个讲的到底 是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如果不是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刚刚刘伟员讲的很好 2万2千块你要不要跟外劳脱钩 外劳如果不脱钩 他也被拉到那个肚子 那大家对于企业主来讲 他的成本就增高很多 所以但是你今天看到的 马政府是跟进的 而是加码跟进的 但他的年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就是年梯梯的跟进 你讲什么我都帮你做到 那我为什么需要你呢 罗斯祥也说 你讲什么我都做到了 然后我会这样讲 所有人都说你们讲的 我通通做到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被需要 因为我通通做到 所以但是这里面的内涵 如果宋仙在这边 跟着大家人云亦云 讲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如何感动人 他在电视台的框框架上 有这个本质 让这些人包括让林瑞雄 大家说他是鬼才 让他说是跳跃的老顽童 脑袋 昨天沈富雄在这 他智商140 他会跳出来说 我要来跟他搭配 当副总统 这些人脑袋是不是都有问题 所以我要回来说的是 那个检验一定开始 那个检验的开始就是说 他是不是解决台湾社会 现有内政问题的方法 大家会在这里看到 你讲的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自己在那边讲你也做不到 就像刚刚刘宇宏讲的 通通都做不到啊 那你在那边讲什么 因为你今天没有位置 所以你在那边讲 讲好玩的 是真的这样吗 他放在普罗大众里面 大众会去看 OK 来 刘伟 我一句话就好 就是说在自由时报的 专访那一篇 宋仙就针对这一段时间 所炒的 比如说公务人员调薪 那个荣民也调整 那个待遇 然后这个老龙也要调薪 然后大家争执 有七千块 有八千块 一万块的 宋仙在那一段 谈那一段的时候 他说 现在不是随多少或多或少的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公平的这个问题 如果社会公平的东西产生出来以后 就没有人会真说公务员调薪 为什么我不能调薪 或者说老人调薪为什么一千块 为什么不能是一万块 所以这是个公平问题 那很显然 他提出这种看法 已经郑重很多人心里说 现在不是调薪或调高的问题 是公平性在哪里 OK 来 刘伟 这就是宋楚瑜讲话的艺术 就是说当宋楚瑜他不断在电视上面 讲说这个东西没有做好 那个领导做得很差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对对对你讲得太对 可是他缺乏的是 那我宋楚瑜要做什么 他没有自己的主张 像刚刚刘伟人举的那例子太好了 就是说现在的问 你看宋楚瑜的讲法就是 现在的问题不是六千块 或者是七千块 还是一万块的问题 他的问题是在于 社会公平性的问题 对 太对了 这句话一百分之一百对 对 但是请问你宋楚瑜的做法是什么 当你今天在执政的时候 你面对老农津贴的问题的时候 你到底要不要加那一千块 那个东西才是人民实实在在感受 所以我会觉得宋楚瑜他已经走完 前面一波的批评的阶段了 接下来就要看你拿出什么东西 牛肉是什么 你的政策是什么 今天马英九做的不好 被你骂到臭头 今天蔡英文被你讲到说人民不放心 那你宋楚瑜凭什么让人放心 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你过去的宋神掌 因为对很多人宋神掌 没印象了 我要知道你未来宋先生要做什么 嗯 OK 嘴巴治国非常容易的 当然啊 不是事业的问题 是怎么样给他工作的问题 不是薪水的问题 是怎么样给他公平的问题 这个谁不会讲啊 就跟做股票一样嘛 你超会的 你超会讲 跟股票一样啊 买低卖高 你不是真的下去进场的时候 我们要买低啊 卖高啊才会赚钱啊 结果一去买都说买高买低 都是这样子嘛 所以用嘴巴讲证 很简单的 蔡英文要给他土地 要给他尊延 要给他永久物 不能给他要怎么样 要照顾他 要公平 谁不会讲 刘先生 至少受处于还会这样说 马英九是掌握资源的人 他不但不会说 还更不会做 这才糟糕呢 你听不懂 来 君兵 我想说 反映现状的不足 无能跟无赖 反映现状的不足 然后 因为我反映的不足 所以取得一个共鸣 那是一个层次 那在这个层次之下 刚刚大家讲 提出你具体解决的方法 政策该怎么做 那是另外一个层次 我觉得只有到这个层次 才有一个到 实习刚刚刚讲的 对话 所以大家讲说 现在宋楚瑜是蓝绿 让宋楚瑜边缘化 某某程度 也是蔡英文被边缘化才对啊 因为她扮演在于党 不断批评的角色 可是因为蔡英文 大家认为说 她是过去执政过的政党 所以你的具体做法是什么 大家会质疑她 所以她在批评的时候 她会稍微收敛一点 她也许会想到一些方法 再来讲 可是宋的话 可能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顾忌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有一天 等到一个月过去 到了下个月 真的有一些很具体 我之前讲过 有具体的政策 觉得说你这就做错了 很明显的 这个政策 你不是发一千 是发一千八百块 我精算过了 或者是怎么样 刚刚好 我的这个版本 可以取得更大的共鸣 我觉得提出来的话 有实际上 牛肉之间的对话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 会更有意义 为什么呢 国民党还是可以 让大家一边骂 我们一边学 怎样 你真的比我好 真的比我好 又比我本事 拿起来我们来用 我觉得只要对民众好的话 执政党就有这样的兄弟 那这场选战 可以说从前送取 确定在媒体上面 告诉所有的观众说 他一定会在11月21到25 去登记参选总统 只要联署门槛过 从这时候开始 因为长期以来 在媒体里面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重点 就是宋取你到底会不会参选 你没有这么明确的表达的时候 粮草人脉什么什么 大家都会持之不前 可是宋取如果今天讲完这个以后 是大家要观察的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未来 包括这一周或是往后 包括宋取如果讲说 他要下乡走透透 时长什么这些 当这一波过以后 宋取包括在民调 包括连署大家看到的那场子 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变化 可能在在的都会牵动到 2012这一场 跟我们生活都会有影响的选战 今天现场非常谢谢所有的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接下来请锁定新闻追追追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